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透過我來電視網的現場直播 在今天五月十一號 禮拜六 來到苗栗巨蛋體育館 一起來欣賞一百零八年 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聽牌了 而且是這一點呢 獲得聽牌的優勢 這個球出界 所以是王子維來得分 在第一點的比賽 是王子維率先來拿下 在團體賽的部分呢 是何庫率先取得1比0的引先 發了短丘 這回擊沒有過往 對 所以在首局的比賽是周天成後來居上 以24對22拿下了第一局 所以最後這個回擊球沒有過 在這一點的比賽告一段落了 最終局數部分的周天成是一種局數 2比1的比數擊敗了李嘉豪 也使得何庫A隊在決賽當中 取得了2比0的領先 最後這個發球出現了失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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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也是恭喜何庫A隊 在本屆的賽事 108年的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組 他們拿下了冠軍 恭喜何庫A隊 定牌了在第一局 一個漂亮的殺球得分 在首局呢戴姿穎很快 秋風掃落葉 以21比11來拿下 1比0 比數8比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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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球壓在界內 在戴姿穎的身後落地 這個球 林志穎就救不到了 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賽當中 戴姿穎是 二十一對十一 二十一對十七 直落二 幫助何庫A隊 在第一點率先來拿下1比0領先 直落二的比數 二十一對十一 二十一對十一 二十一對十七 在第一點比賽呢 戴姿穎是擊敗了林志穎 也幫助何庫A隊 在第一點率先來取得 點數 而且也是花了很短時間 對 應該不到三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對 的確是一個非常超群的實力 世界球後戴姿穎 在本屆的賽會 代表何庫A隊呢 第一點的比賽 他順利先躲下了 對 在他贏球之後呢 全場也是暴影熱烈的歡呼聲 那也是要稱讚林志穎 雖然在比賽中落敗 但是他在第二局也展現了 這個小蝦米鬥大鯨魚這種氣勢 對 也來到了場邊啊 也來到了場邊啊 Game Over 最後這個球回擊掛網 比賽結束了 恭喜合作金庫銀行A隊 再度拿下了冠軍 完成了十九連霸 他們衛冕成功 在第三點的比賽呢 白玉珀跟吳蒂蓉的組合 幫助球隊 再下一程 最終在這個決賽 他們是三比零 擊敗了亞伯A隊 獲得本屆的冠軍 而且呢 再次衛冕成功 同時完成了十九連霸